华为在波兰分公司的公关销售总监王伟金 以及一位曾在波兰国安局任职的官员 日前因为疑似涉嫌间谍活动 而被波兰当局逮捕 中国外交部日前先对事件表达高度关注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则在今天态度转为强硬 表示中方反对有关单位无端捏造刻意抹黑 中国媒体更暗指事件的背后可能和美国政府有关 根据苹果日报 波兰特勤局昨天证实 被逮捕的两人被当局怀疑和中国情报部门合作 当局也正在进行调查 如果间谍罪名成立恐怕面临十年徒刑 中国驻波兰使馆今天则发表声明表示 该使馆已在第一时间要求波兰尽快向中方 进行领事通报 并安排领事探亲 同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缺乏事实 根据情况下无端捏造 并表示中国驻波兰使馆会持续关注事件 全力保护中国公民的正当颇法权益 新华社环球副总编刘宏开设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 则在今天发文指出 波兰在这个时候逮捕华为的高层 时间点相当敏感 事件也很敏感 部分细节更是意味深长 文章指出波兰和美国的关系非同寻常 和德国关系也一般 但却是美国在欧洲最亲热的小弟 波兰曾多次主动向美国发出驻军邀请 还表示当局会提供驻军费用 牛弹琴还指出波兰一方面不希望害中国关系恶化 另一方面却希望欧盟和北约出面 一起解决华为事件 而特意抬出北约应该是暗指 华为存在国家安全的风险 也就是最近欧美国家 一系列针对华为行动的根本原因 文章最后批评这么做的目的 说白一点就是透过妖魔化 达到在国际市场上驱逐华为的最终目的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友佳整理报道